在结束了访华之旅大约10天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首次公开提及中国 说的一番话距距离不开夸赞中国 4月18日在出席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之际 冯德莱恩谈到了自己为期三日的访华之行 首先冯德莱恩谈到了访华行程 恰逢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到了北京 这让他觉得很幸运 冯德莱恩还称赞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用几十年达到脱贫目标 并塑造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世界文明 之后冯德莱恩还就中欧关系进行表态 他认为世界各国应该看到 中国正在向经济强国 及掌握尖端技术的领导者转变 现如今中方有一定的国际及经济地位 其中一些涉及到欧洲利益 必须谨慎处理中欧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脱钩并不可取 也不屑实际 欧洲也离不开中国 因此冯德莱恩认为 他们必须制定一套独特的对华策略 也为欧洲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留有空间 分析认为冯德莱恩此番话 很明显是就马克龙近期 战略自主权言论作出回应 在美国热炒脱钩战略的同时 欧盟也越来越意识到 与中国保持对话至关重要 对欧洲来讲 他们降低及规避风险足够了 但不应完全脱离中国 美国CNBC分析认为 欧盟成员在对华政策上有不同看法 一些成员不愿与中国为敌 但也有一些欧盟成员在安全问题上紧跟美国 这造成欧盟对华战略的分割 欧盟试图推动新的联合对华战略 但这种新战略估计很难让美国开心 CNBC称 许多欧盟领导人发现 要想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与中国进行对话至关重要 这与美国的观点截然不同 因为美国官员认为 与北京完全分离 即所谓的脱钩才是最好的办法 对欧洲而言 他们需要的是降低和规避风险 而不是完全脱离中国 此次全体会议表明 欧盟对华关系正在出现 以自身利益为支点的重大转变 欧洲议会议员扎哈迪尔在会议上呼吁 要与中国找到新的平衡点 中欧关系本来可以更好 也应该变得更好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角色 欧洲也需要自我调整 以适应新格局 减少风险 而不是完全脱离 与此同时 马克龙战略自主的呼吁也让欧盟有所触动 扎哈迪尔认为 欧盟若能实现战略自主 那是最好不过了 此前欧盟主席米歇尔就曾公开发言支持马克龙 欧洲领导人也日益认同马克龙的观点 虽说欧盟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依旧紧密 但如果因为这一点盲目追随美国的立场并不正确 欧洲必须寻求战略自主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雷利 也在欧洲议会上发表讲话 他承认欧盟内部对华政策存在分歧 波雷利表示 尽管政体不同 但欧盟与中国应保持沟通合作 一些全球性问题 没有中国的参与合作 就没有解决办法 波雷利在会议开场致辞称 这一会议的讨论主题令他担忧 因为其措辞暗示欧盟当前并没有对华的统一战略 他认为事实却也如此 因为与中国外交关系是个极为复杂的议题 欧盟各国利益不同 因此立场也自然不同 他呼吁称 欧盟各国对外声音应该像一个调谐良好的合唱团 同频共振 在重大问题上采取一致的立场 欧盟才能与中国开展有效的外交沟通 波雷利认为 尽管双方政体不一样 但是欧盟不应因此停止沟通 拒绝合作 他表示 在新兴国家的债务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 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合作 否则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 他还强调 对话是国际政治的基础 东方和西方应避免新冷战 欧洲对华态度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与马克龙访华之旅有关 马克龙访华期间中法签署了联合声明 其中中法寻求在多极世界里强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体系这句话意义深远 要知道多边主义一词并不罕见 但法国签署了相关文件 与中国共同构建多极世界 很明显就是想摆脱美国所向往的单极世界 中国在与俄罗斯及上河组织等国家摆脱美国霸权的同时 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也在向多极世界靠拢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除此之外 最有可能直接导致美国被孤立的是 许多欧洲国家掀起了去美元化潮流 马克龙也说 欧洲不能依赖美元 这种观点在美国的盟友中盛行并不寻常 尽管这些举动会让美国心声不满 但法国并不认为这是在故意作对 在许多问题上 法国甚至是欧洲并不总是与美国有相同的利益 欧洲需要制定自己的战略 在美国的施压下 欧洲越来越呈现出多个国家加入对单极世界挑战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 这是冯德莱恩离开中国后首次发言 自访问结束后 他已经十天没有更新推特 要知道他可是发文老太太 他的上一个推特还停在4月6号 外媒纷纷关注这一事件 试图揭开事情的支支漫漫 以下是关于冯德莱恩访华期间的几个关键细节 值得玩味 一 离开北京时的寒酸 在访华行程结束后 冯德莱恩几乎只身离开北京前往机场 而且未得到任何送行礼遇 他乘坐民航航班来 又坐民航航班离开 仿佛就像梦游一般 不知其时 不知其中 二 马克龙享受高规格接待 与冯德莱恩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方为马克龙提供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在访问期间 中方还陪同马克龙前往千里之遥的广东 而冯德莱恩则只能待在北京 被网友嘲讽在北京酒店里 只能点美团外卖 这种待遇差距让外界对冯德莱恩的访华执行 产生了极大趣味 看吧 在欧洲药物扬威冯德莱恩在中方吃扁了吧 人家不惯着你臭毛病 以上几点细节均反映出 冯德莱恩在访华期间遭遇的尴尬与教训 外媒对此议论纷纷 对于冯德莱恩此次访华的真正目的 和他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产生了诸多质疑 冯德莱恩在欧盟 以及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盛起灵人 指手画脚 似乎全世界都要好好招待他 然而中方彻底让他认清了自己 让他这次访华之行 灰头土脸 有法国媒体说 他或许认为丢人就不敢在风口上发声了 避免被人嘲讽 当然 他或许也认为世界变天了 他的大哥美国不再是一手遮天 所有人都要看美国人的脸色一去不复返 中方的崛起和强大不可避免 必须冷静下来 认真思考了 看完冯德莱恩的最新发言 很多西方人士就不淡定了 去了一趟东方 观点变化就这么快吗 看起来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 2019年冯德莱恩担任了欧盟主席 我们看冯德莱恩的履历并不复杂 升职很快 但是我们要考量他工作做得怎么样的时候 发现离不开两个诀窍 一是紧跟美国 二是反对中国 不得不说 只要很好把握了这两个诀窍 放谁在欧盟主席的位置上 都会顺风顺水 以前的冯德莱恩就像美国的马前卒 大多数时候都听美国的 直到这一次访问中国 看到马克龙的表现 看到中国领导人对他的礼貌对待 冯德莱恩突然间豁然开朗 欧洲是欧洲 美国是美国 中国 不是想象中那么坏 也不是那么不堪 随着和中国各位领导人的深度交谈 冯德莱恩对国际局势 有了和以前不一样的视角 如果为了大欧洲的发展和中国合作 才是正确之路 访华回来的冯德莱恩 没有立刻表达自己的感触 他在认真的思考 分析 十天左右的思考 十天左右的折服 终于在4月18日那天的欧洲议会上 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仅仅这演讲而言 我认为冯德莱恩是勇敢的 七国外长还在日本开会 如此情况下 他大胆表达自己的独立观点 难能可贵 冯德莱恩觉醒了 格局上来了 未来冯德莱恩会不会重走老路 这个很难说 但这个4月在他的脑海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欧洲应该有欧洲自己的道路 不是某个强国的马前卒 不要被强国裹挟着往前 如果未来的世界格局形成多极化的体系 那么中国 大欧洲 美国将是最重要的三个级 到了那时 欧洲会记得两个人 一个叫马克龙 一个叫冯德莱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